信义乡的连雾因为地理环境加 再加上气候的因素 以至于信义的连雾品质相当的好 但连雾很容易裂果 尤其近期的午后雷震雨非常多 以至于裂果率相当高 但又无奈遇到地幕的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获得补助 刚才这里的气候问题 温差大 加上太阳温度 热度太高 就是会 又下午 下午嘛 就是三八号 就会更裂果 就会更多了 远比之前多一点 都有差不多 八层左右 八九层 这个补助比较没有 如果有天灾的话 例如台风 还有那个雨水太多 都是天然问题 补助也是要看地幕的问题吧 先员王秋淑 前往关心裂果的情况 王一元指出 农民相当辛苦的在栽种农产 但在信义乡最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地幕不符的问题 以至于农民无法获得相关的补助 一般我们的农村补助 因为我们中央我们规定我们的地幕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的农民 在这个地幕上的不符合 所以他有很多的资格不符合 所以不能说 接受到我们中央的补助这个范围 但是我们的农民 他们真的很辛苦 都在这个 新印象这边来种植很多的 那个像如果说有莲雾 还是说葡萄的 还是梅子 但是为什么这些的 有的补助范围 就是都不能在 不能补助是因为它的地幕的问题 不符合 县远王秋淑也希望中央单位 未来在拟定相关办法的时候 可以放宽补助 照顾到更多的农民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的中央 能够放宽这个的条例 让我们的真的有落实说 真的是在这边种植 我们的农特产的乡亲都能够来补助 因为他们真的一年 有的才采收一起的水果 如果没有补助的话 他们一整年就是都没有收入 期望中央单位 未来在拟定农损补助办法的时候 可以针对地幕问题来做讨论 照顾到更多的农民 记者邱品逸 新一乡采访报道